今屆全運會三項鐵人項目將會有三面金牌誕生 當中被譽為鐵娘子的許朗將會是澳門爭奪獎牌的一大希望 已第三次出戰全運會的許朗在上個月的阿錦塞取得不錯的成績 他對即將展開的全運會都有很大期望,並且希望至少以頭八名成績完成 經過高強度訓練後,教練安藤健太認為許朗的狀態相當好 深信拿到前八名的成績不是很難,更加語言有一半機會以上拿到獎牌 王子華就是三項鐵人代表隊的另一兩點,二位十七歲選手 將會首次參與全程比賽 希望可以完成,因為是第一次參加全程的距離 所以希望盡自己的努力完成 除了男女子組比賽之外,今屆全運會三項鐵人的另一焦點 必然就是新增設的接力賽 首次參與全運會的理財 亦都期望可以在這項賽事上教出一些成績 今次由接力比賽新增,希望接力方面都可以專注一些 都有信心 全運會三項鐵人比賽,將分別於9月3日和4日舉行 澳門代表是否可以成功衝擊獎牌 大家承蒙二代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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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